在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时,要尽量提前对信号的变化做出判断,并根据变化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,随时采取有效措施,确保路口处的行驶安全。 红灯亮时,要停在停止线以内,拉手制动或将右脚一直放在制动踏板上,等待灯光变化。若转弯时,还要开转向灯。 右转弯车辆在不妨碍执行车辆安全的情况下,可以通行。 黄灯亮时,禁止通行。 已超过停车线的车辆可以通过。 黄灯闪烁时,在确保安全情况下,可以通过路口。 右转弯车辆在不妨碍执行车辆安全的情况下,可以通过。 绿灯亮时,如果是停在路口的手车,信号变成绿灯后,要先确认左右安全,然后再起步。 如果交叉路口的前方有车辆正在通过,也不能进入交叉路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路道口通过的原则是 看见火车或听到声音时不过。 前方车辆通过后,未留出足够的距离时不过。 不能一次性通过时不过。 通过铁路道口操作顺序是 在停车线前两米处停车,左右观察有无火车。 确认安全并符合上述原则,小心通过。 通过铁路道口时,还要注意,不准在铁路道内变速、制动、停车。 车速不能过低,以保证汽车忽然熄火后,能安全滑行到铁路口以外。 车辆通过铁路道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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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辆通过铁路道口